青花音系图碗上 生動同趣的圖案 還有由五位大師 聯合繪製的水墨畫 不僅檯面上這些古文物 還有其他酒見 正式加入故宮文物大家庭 精緻 那麼古代那個時候 能夠做得這麼好 十分難得 因為這些都是 國家稀有的文物 當然希望有機會 可以一睹他們的真面目 有四件銅器 五件陶瓷三浮淨帶水墨畫 這批珍貴的文物新成員 由外交部捐贈 希望讓民眾可以看到 更多文化藏品 有這麼多的國寶 那但是呢 這些文物 如果沒有被看見 它的價值就沒辦法彰顯 所以透過大家的 這樣的研究 這些確實是真實的文物 而且都有故事 有請校院長 去正感謝環節 看看故宮院長的表情 笑得何不龍嘴 因為除了這些新寶藏 故宮早早就看上外交部存放的其他股文物 我們還看綜藝的五件的書畫作品 還有四件的書畫作品 我們也希望外交部可以一併監證給故宮 那剛剛部長好像也認識了吧 外交部長林佳龍點頭答應 但文物要捐出還得經過層層關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明年就是故宮的百年慶 除了國內有精彩的展覽 文物們還要出差到捷克國家博物館展出 捷克的參議院很迅速的通過這個法案 在今年的事業 所以在明年的話 我們出國展出的話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文物會安全的返返到台灣來 國家文物出國巡演 也讓世界看見台灣的魅力 明星新聞 李冠賴文軒台報道